我們看第3 他說f 跟g 等於是這個多樣式 他說有次數大於1 大於0的公因式 那以下何則正確 g x 恰愛有一個時根 我們看是不是 g x 我可以因此分解 首先它的係數加起來等於0 所以它有什麼呢? x-1 的因式 我們把它除一除 把x-1 的因式抽出來 1加1加0 減2 用1來除 1加1 加2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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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剛好怎麼除 所以它可以抽出一個x-1的公因式 那3次是x0 加2x 再加2 那它現在是說 它跟它有公因式大於0次 也就是說可能是一次 可能兩次 可能三次 恰有一十根 所以第一個選項是對的 x等於0必有十根不一定 萬一它這兩個公因式是這個的話 那這個等於0沒有十根 所以不一定 不一定 那它說如果fx等於0跟x等於0 有共同十根的話 那一定是1 則此根必為1 這個是對的 3是對的 4 如果fx等於0 與x等於0 有共同十根的話 那麼它的次數等於1 不一定 有可能是3 它的公因式可能是這個 那它這樣也有一個十根 所以它有可能是3 所以不一定 所以4是不一定 再來 如果這兩個的多項是沒有共同十根 那如果沒有共同十根的話 代表這個因式不是它的公因式 那代表他們兩個公因式是這個 那既然是這個的話 那次數當然會等於2 所以這個5是對的 所以這一題的話 大家應該要選135 等好嗎 謝謝 這是 這個 是